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生便飞望人羽寻览 你究竟是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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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算是醒了 感觉好些了吗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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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了伤 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先好好休息 古光 那古光 果然是高手 没想到 我竟然败在了她的剑下 你先好生休息吧 其余的事情别多想了 能从拜月教左护法的手中朵下消食 便是给天雪楼立下大功了 你 萌生 现在的身体 还什么报仇雪耻呢 也要等伤好了再说不是 楼主交代了 这几日你便好生休息 其余的事情 已经交给池小台前去接应了 来 把药喝了 绝游的灾气 小楼主 谢老 谢老 听雪楼已收到消息 敌军兵临城下 边关战士吃尽 看来 这雷家的火药交付期限 还需在锦上几日 若谢老操办火药遗失 未定全力 那谢家将来 恐难再立足于洛阳了 敌军啊 你这是在谋邪为父吗 难道你想让为父 成为他听雪楼的一枚妻子吗 谢老可别忘了 你的女儿谢冰玉 早已为守真自裁 风光大葬了 小女子江千妹 我早已 只为听雪楼拜事 谢老 当初听雪楼 也为你谢家 解决了不少麻烦 谢老不会真的以为 我要的价码 只是让你将听雪楼 举荐给霹雳堂吧 小楼主为我谢家 那朕是 诸位 对不住了 来迟了一步 朕南王世子 你怎么会在此 谢老好记性 只不过 我从来就不是什么世子 我的真实身份 是火药商人 高孟非 高孟非 高孟今天来呢 是想跟雷家谈一笔买卖 谢老请看 我的萧石 应该不输给他 之前的卖家吧 太阳了 是 今天 所以 没有 雷家主 这加急的战报 你看仔细了吗 雷家主 多谢谢老提点 雷家定会加工赶期 绝不会误了交货的期限 雷家主啊 算起来你跟朝廷打交道 也有几年了吧 怎么办起事来 还如此地不通透啊 我告诉你 眼下的情形是 不但要按期完成 还要提前三日 三日 三日 谢老 买卖双方讲究一个信子 即便是朝廷也枉死 还不住口 信什么 你又是谁 当初你们一个个地 接着为朝廷办事 都想着发财 发横财 那你们怎么就没想到 其中的风险呢 我告诉你们 天下没有师祖的美事 谢老息怒 谢老息怒 小儿莽撞 雷某定当严加管教责罚 只是雷某斗胆 请谢老出面再想想办法 不认识 若能顺利按期交火 一切好说 一切好说 雷家主 听说了吗 兵部的李大人被罢免了 这是为何 我知道 你与他是故交 他自然要为你说话 可是话说回来了 边关吃紧 办事不利 自然会龙眼大怒 雷家主 高某这儿 恰好有一批不错的消失 可解霹霓堂的燃眉之急 若是不嫌弃的话 高某将全部奉送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雷家造火药的秘法 还请家主相受一二 雷家火药秘法 绝无可能外传 可以霹霓堂 现在的情形而看 就算家主守住秘法 怕也没什么用了吧 高孟非 你休在这里为你所住 住手 实不相瞒 雷家的火药造得确实是好 但是也贵呀 如果我们外面的火药商 愿意压低价格 并且提前交货的话 那朝廷改不改主意 可就不好说了啊 毕竟 边关的将士 可以多顶几日 你 好了 都不要争了 雷家主 如果逾期交不出货的话 不光你雷家主自身担保 整个雷氏家族 都要受那灭顶之载 能否向一个两权之策 既可以解边关之威 又可以保你雷家平安 或许老夫真的应该让中书令 另选其人了 再次见一下 这位秦夫 是 这位秦夫 你 好 可以 你 我 那不是 都是 我 所有人 你 爹 我们真的要将秘方拱手让给听雪楼吗 火药是我们雷家的根本 你说呢 高孟非 雷公子看见我何必如此紧张啊 小青姑娘登门拜谢的时候 我可什么都没有说 你 雷公子你放心 高母看得出来 你对小青姑娘那是情真意切 高母啊 自然是有心成全你了 高公子 小 小青姑娘 旧日之物 小青今日离当亲手奉怀 小青姑娘 高公子 请吧 小青姑娘 大青姑娘 小青姑娘 小青姑娘 老四 祝你 哪里 球 暗中派人往前线送一批火药 江湖恩怨在身 也不能误了国家设计安危 这些火药的威力 虽然不如霹雳堂的凶猛 但应付敌军应该绰绰有余 还有 此番行动 虽然由小台主动请英 但以他的能力 恐难担此大任 要不然就由我亲自去 黄泉虽然受伤了 但也不必楼主亲自出马 我的武功 自然比黄泉要高一些 如果楼主信得过的话 那就由我代劳 如何 虽然不能杀入拜月教 报仇许恨 但断了他们的火药 也还算解气 如此也好 子墨 就由你安排高公子 去接应小台吧 怎么这就去依依办妥 前辈 明合今天带了你最喜欢的东西来 凤仙花 对 我还记得 小的时候 前辈也是这样为我燃甲 那时候 前辈还没被关进红莲忧郁 我还记得 在越宫的暗室里 第一次看见自己 红燕燕的食指 真是高兴极了 来 当年 是谁也是用奉仙花 给我燃甲 当年前辈 为爱逃离拜月教 死定终身 后来 更是生下了萧楼主 母亲知道之后 不但非常伤心 还非常地生气 将您视为叛教之徒 虽然前辈 后来回到教中请罪 但这教中上下 没有一个人为您开口求情 这么多年来 也只有明和一人 心疼前辈在红莲忧郁中受着苦 所以不时地偷偷过来看望您 前几天 明和就是忽然想起了 前辈最喜欢以奉仙花燃甲 所以我就偷偷溜出了月宫 前去灵旧山 采了这些又美又艳丽的奉仙花回来 也不知道疫情 长大后会是何模样 明和有幸与萧楼主打过一次照面 楼主现在玉树临风气势不凡 就是好像身子弱了一些 前辈请你放心 明和一定会暗暗助你们 母子团聚 只不过 前辈那烂熟于心的悬银心经 只告诉了明和七成 那么剩下的三成 倘若我把剩下的三成 和盘托出 你以后 可还会来看我 前辈 明和必定 不会忘记你我之约 其实我也暗中安排好了 一切 只待时机成熟 就过几天 明和必定会救你出红莲忧郁 这奉仙花人的甲 就是好看哪 出来吧 出来吧 吹花小众七杀手 受楼主之令前来协助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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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泰姑娘 怎么是你啊 听这语气 小泰姑娘好像不想见到我 不是啊 就是突然相见不知道说什么好 三年不见 小泰姑娘别来无恙 今日重逢 难道不比看见你师兄更开心吗 是啊 三年未见 你还是有嘴滑舌 一点都没变啊 江湖夜雨 是非恩仇 一切都今非昔比了 怎么可能丝毫不变 或许是有些变化 这三年 你肯定吃了不少苦吧 你说你也是 也不知道 烧个口信给听雪楼 害得我 害得我爹 整日提心吊胆的 担心你会吃亏受伤 这话可得说清楚了 担心我的是你啊 还是你爹啊 看来 这三年 你也没少想我 你真是口无遮拦 胡敢你说苦 我 倒不觉得苦 其实 我 师兄 你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身体不适啊 这三年来 樊江湖大小事务 你从不过问 肯定是这次下江南 操之过急 雷家不过就是押韵之事 你就别操心了 要不然多派些人手便是了 无妨 此番由你出手 我倒是省了不少心 或许 小台可免了此行 小楼主 此言差矣 众所周知 小台姑娘呢 是楼主的师妹 此番由小台姑娘亲自出马的话 会显得听雪楼极为重视 而且原计划 本就是两方势力 有小台姑娘在 我们也可以商量配合 毕竟 听雪楼的诸多规矩 我也不清楚 小台姑娘正好指点一下 以免换了计划 我们听雪楼的事 用得着跟你商量吗 来日方长 日后跟你慢慢解释 小楼主 依下如何 那就按原计划进行 不过切记 一定要保证小台周全 不能有任何闪失 小楼主放心 我自当全力相护 小楼主 站住 兵灵 你刚去过红莲忧郁了 教主 还请教主息怒 都怪孤光旧病复发 近来休养多日 才耽误了教中事务 让兵灵独自一人 承担教中重责 孤光却未能为教主分担 是属下之错 你休要为他说话 即便你与兵灵师出同门 但他身为占星师 亦有己任 你既居于左护发之位 更不得徇私 教主教训的事 属下谨记 但是教主 三年之期将近 还望教主万事小心 兵灵他也是担心教主安危 才会多次去红莲忧郁探视 红莲忧郁中之人 但近来的确是有些异样 属下会立即派无疑前去查看 请教主放心 教中上下皆有规矩 不管你们是何关系 都得公司分明 红莲忧郁之事 下不为例 属下谨记 多谢教主开恩 少主 兵灵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几年 我一直假扮兵灵 前往红莲忧郁 若是母亲发现了 怪罪下来 兵灵应该脱不了干系 你 少主 你是何时将兵灵 牵扯进来的 我将兵灵牵扯进来 这可都是她自愿相助 更何况 近几年她都无法占卜出预言 要不是我和雪文暗中相助 你觉得她在拜月教中 还有任何地位可言吗 若是拜月教能早日夺回月魂 那兵灵定能占卜出预言 雪文没有月魂 身在牢笼 无法窥探任何星效 却依然顺利占卜出了预言 做护法 这其中的分别 就不用我跟你解释了吧 过几日护送消失 母亲特派你前来助我 与其担心兵灵 会不会因为我受到责难 倒不如好好想想 该如何助我 完成这次的押送任务 是 少主 你到底锁谋为何 老爷 萧楼主到了 请 是 雷家主 萧楼主 请坐 看着 萧楼主 萧楼主 听雪楼之名 威朕武林 萧楼主今天要亲临雷府 朕乃庞毙生辉 雷家主想问什么 不妨直言 萧楼主果然是爽快之人 老夫只是想问 此次押韵的萧石 是否妥当无虞 万无一失啊 此番 雷家主 既然愿以火药炼制密法 作为交换 诚意可见 那听雪楼一定会尽力相助 还请雷家放心 得楼主此言 雷某定然放心 待消失一到 定会抓紧时间赶之 只是 只是听雪楼押韵 消失一事 可否暗中进行呢 雷家的火药一直做的都是地下买卖 且此次做的又是官家的生意 雷家主无忧 萧某明白 此次行动 听雪楼一定会隐秘行事 绝不会漏了自己的身份 自然 我听雪楼上下 绝不会有人过问此事 楼主心明如镜 如此甚好 既然如此 萧某便即刻去安排此事 告辞 萧楼主走好 萧某 人想试探 萧某 脑狸白帝门下的二徒弟 住手 萧某 又iniz 这三年里 你跟你师妹 确实经历了不少风雨 若若不然 娄州怎么会放心 把如此重任托付给我 既然你本事通天 又何必向师兄提议与我同行 我觉得有高大侠在 此次押韵任务 必然不会横身织紧 非议 任何行动最重要的 就是配合和谋略 往往最厉害的人呢 只需在背后指挥 无需出手 这样的话 敌人就摸不清我们的底细 从而有所防范 而此次行动中 至关重要的人就是你 说来说去 你还是不相信 我告诉你 在这三年里 我的武功突飞猛进 要知道 这次行动 无论你是否参加 都是由我全权指挥的 那是自然了 所以呢 我想与小台姑娘商量一下 此行 由我来扮演劫匪 你有何意 牵手自盗 做戏就做全套 难得遇见拜月将 不杀他几个弟子 我就对不起我自己 可是此次行动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万一再惹出别的是非 那 当年若不是拜月交接火药之力 我救我师父也未必会失手 我答应你 就不耽误正事 请务必小心为上 别急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买了琴弦打算给小新姑娘送去 没想到她已经睡下了 只等明日再送了 爹 这么晚了 你这是要去哪儿 可是还在为日前之事所担心 我到书房去取些账本 一会儿就休息 那爹 你早点歇息 过去睡吧 是 什么人 来人 有贼人 老爷 给我搜 快 是 搜 快 走 我那边看看 给我搜 你们干什么 今夜府中遭贼 老爷命我等仔细搜查 不可漏掉一处 小青姑娘可曾遇见什么可疑之人 没有 我今日不舒服 早早便睡下了 既然如此 待我等搜月搜这房子之后 便自行离开 现在请小青姑娘到别处休息 为何偏偏要搜我的屋子 这雷府上下 如今只有姑娘你一个外人 自然 有人 追 快 快 你们退脚吧 是 你们俩去那边 是 是 你们俩那边 见到陌生人 格杀勿论 是 绝不能放过任何因处 你去那边 是 把眼睛给我睁大些 你 那边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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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小青那边 是 有 快 快 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小青姑娘没事吧 多谢萧公子出手相求 爹 你这是做什么 小青姑娘一见弱女子 今夜府上发声之事 定与她毫无关系 雷家主 这是何意 事才有人擅闯老夫的书房 虽然莫不作声 以为无人察觉 当时我与萧楼主 商议完要事返回 府上只有小青姑娘一个外人 作何解释 小青不明白雷老爷所言为何 我今夜已早便歇下了 你大可传房中丫鬟前来问话 我问心无愧 况且 刚才管家带着家丁 到我房中搜查 虽说有些无礼 但也可为我作证 爹 小青是府上的客人 你怎么能 他是你带回来的 不是我的客人 既然你已经早做打算 老夫肯定无从查起 不过刚才我与那人 过了几招 他的功夫远在老夫之上 定是武功高强之人 唯有练武之人 才会在手掌上留下茧子 你的手骗不了人 爹 您看清楚了 小青姑娘指尖上的茧子 是弹琴所致 习武之人 通常都是掌心有茧 我跟您说过 小青姑娘只奏琴不习武 爹 自从小青进府 你就处处疑心 可即便你再有所怀疑 也要拿出真凭实据 这个胡乱冤枉好人 既然小青的存在 让雷家为难 那我不便打扰 就此告辞 多谢雷公子的出手相救 也多谢雷福这几日的照顾 小青姑娘 这大文夜的 你要去哪儿 爹 这样吧 萧某之前受高公子所托 相护小青姑娘 不如今夜就由萧某送小青姑娘 出府安顿 再做打算 还是赶紧 尽量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